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学习会计习题经表班的课程 主要是讲解题目 题目是来自清一的一部分 每个题目在清一里面 它的序号都会跟大家进行说明 比如说里面的单选一 那这边会写一个单选一 那如果说是综合题二 那就是综合题里面的第二个题 我们看第一章总论 那这一章考试的时候 如果有也就是一个客观题 有的试卷里面可能不设计题目 所以从考试来讲相对来说并不太重要 那第二节财务报告目标 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基础 那这一节涉及财务报告目标 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基础 偶尔考试也是有客观题出现的 我们看多选题的一 关于会计基本假设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有 A会计主体确定了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 那这个没问题 用什么样的要纳入到会计主体 它确定了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 这没问题 B 货币计量是指会计主体在财务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 以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反映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 这也没问题 我们也知道货币计量 货币是主要的计量单位 不能以货币来进行计量的 不是我们会计核算的内容 所以这个B也是没问题的 C 会计分期假设是全则发生质的产生依据 那没有会计分期 也就没有办法区分全则发生质收复实现质 所以是这也没问题 正是因为有了会计分期 那我们对于收入费用的确认 到底在哪个期间 是不是说在现金收到时 现金支付时 对它进行确认收入费用 那就产生了 这个全则发生的是重复实现质 所以这也是对的 持续经营是会计分期的前提 持续经营 假设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持续不断进行下去 那如果没有这个持续经营会计分期 那怎么分呢 说是企业在下个月就要破产 那还分什么期间呢 一年以什么为单位 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这个题目呢 全部都是正确的 那第三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在这一节呢 出客观题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有时客观题可能与这一节相关 那设计有可靠性 相关性 可理解性 可比性 实质重于形式 重要性 谨慎性 及时性 这样一些 那我们下面看单选题的三 下列各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 对相关性和可靠性其制约作用的事 那我们谈到相关可靠 特别是可靠 以实际发生的数据 为基础确认和计量 但是 我们还有一个及时性 如果你会计信息不及时提供 也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说 我们对于有的一些业务的事项 为了体现这种及时性 可能是以暂估的价值入账 比如说固定资产 只要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虽然没有办理军工决算手续 我们要暂估入账 那就是体现这种及时 那及时性 对相关性和可靠性其中 至于作用的就应该是及时性 给的是A可比性 B解释性 C及时性 D是终于形式 那选项C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多选题的三 下列各项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中 体现实质中于形式原则的有 那有时谈到实质中于形式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这个都是一样的 我们以前曾经叫过原则 现在谈的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我们也清楚实质中于形式 就有的经济业务事项 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 是基于经济业务的实质 而不是法律形式 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些业务 它的处理那就基于实质中于形式 我们看A 将发行的富有强制复习义务的优先股 确认为负债 那你谈到优先股 从法律上来说 那是相当于一种所有者权益 但是强制复习义务的 不可避免的要付现金 按照权益工具金融负债的区分 如果说不可避免的付现金的属于金融负债 那经济业务实质它就属于负债 所以它是基于实质中于形式 会计信息是这样要求的 我们再看B 母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那合并财务报表本身 它是属于会计主体 但不是法律主体 不过呢 我们要反映一个集团整体财务状况 经成果方面的信息 那还是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那也是反映经济务的实质 因为从法律上来说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法律主体 那你编什么报表呢 但我要反映一个集团整体的财务信息 还是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 那体现就是实质中于形式呗 那这样的一些概念 你再比如说 章程规定 持股比例半数以上的 能够达到控制 但有的一些情况下 可能持股比例40% 我们也是要编制合并报表 也能够对它进行控制了 那你从法律上来说 半数以上 但实质上40% 有时就能够主导 被投资单位的财务经营政策 也是能够达到控制 编合并报表 这都是基于实质中于形式 我们再看 C 将富有追索权的商业成队汇票 出售 确认为质押贷款 那你对于商业成队汇票 应收票据 那我们出售了 按理来讲 从法律上来讲 已经出售 要终止确认它 但实际上 因为富有追索权 富有追索权 这种情况 主要风险 报酬 现在没有进行转移 那我们对它并没有终止确认 而得到的款项是 质押贷款 比如反映到短期借款里面 虽然出售了 还没有终止确认 所以也是遵循的实质处于形式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也就是说 从经济业务的实质上来说 这是一种取得质押贷款的情形 那我们再看D 长租人将租入固定资产 确认为本企业的使用权资产 那这是一项租赁 资产的所有权 从法律上来说 是出租人的 那你长租人租进来的资产 也是把它确认为资产了 我们反映到使用权资产里面 那也是实质忠于形式 就是从经济业务实质上来说 长租人已经在用这项资产 这项资产是给长租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带来经济利益的 所以它确认为资产了 那也是实质忠于形式 法律上不是成功人的 但是我们也是把它 确认为使用权资产了 那这个题目 ABCD也都是正确的 我们看多选题的第四个题目 下列各项中 符合谨慎性会计信息质量 要求的有 那谨慎性说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资产尽量的低 利润尽量的少 当然也可以说 是净资产尽量的低 你像各种资产提减值准备 还有像或有应付金额 符合条件的确认为预计负债 这些都是体现的谨慎 我们看A 因企业实现利润超过预期 对存货大幅计题减值准备 这与谨慎没关系 这实际上属于一种错误 你不能说 提准备是基于利润实现的情况 去进行处理 那不行 B呢 计题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就是说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符合条件的 要对资产计题减值准备的 那这个是基于谨慎 那么题准备 寄到资产减值损失 利润少了 那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也低了 谨慎 我们再看C 对本期发现前期不重要的差速 按当期差速来进行更正 那当期差速进行更正时呢 是体现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本期发现前期不重要差速 我们并没有采用追溯 重述法 往前追溯 如果你要追溯 重述 往前进行追溯 那这种情况之下 资产出资表要调年处理 人表要上 并且这件事情要进行披露 那你要是不重要的 按照这样处理的方式 反映的信息 其实是也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 是不合适的 你报表使用者看到的 披露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所以根据重要性会计信息之量 要求本期发现前期不重要差速 我们直接在当期来进行处理了 那这个不叫谨慎 D呢 预提产品质量保证费用 是针对于法定的质保 预提产品质量保证费用 会计上是寄销售费用去了 带方预计负债 销售费用当然利润就少了 那预计负债呢 使净质产减少 它体现的是谨慎 这个密地是正确的 我们接下来再看 多选题的六 下列各项关于 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表处中 正确的有 那这里是看一下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相关的一些概念 A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 应当清晰明了 便于财务报告使用者 理解和使用 那体现的是可理解性要求 这个没问题 理解性要求说的就这么回事 清晰明了 便于财务报告使用者 理解和使用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B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或事项 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 不得随意变更 体现的是一致性要求 那这个属于可比性 它不叫一致性 我们刚刚谈到A 没问题 B不行 对于可比性 两种情况 一个是说企业前后各期的比较 这是属于纵向比较 要求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 已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那还有一个是属于横向的 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比较 这种情况呢 只要说 遵循准则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看C 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 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而不仅仅以交易或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 体现的是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 这个没问题 这是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的概念 要按照经济业务实质去做 而不是说简单的看法律形式 那D 企业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应当及时的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 不得提前或延后 体现的是及时性的要求 这个也是它的概念 及时性 我们这个题目当然ACD是正确的 第四节 会计要素及其确认与计量 那这一节呢 内容涉及会计要素定义及其确认条件 会计要素既量属性及其应用原则 我们看单选题的七 而下列项目中能同时引起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化的事 当然像这样的题目要求对于业务的处理得非常的熟悉 要不然你不知道到底业务影响的是什么样的会计要素了 A回购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 把发行在外的股票回购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会计上是借记库存股 贷方贷银行存款 库存股是属于所有者权益 它并不属于资产 所以那这个A就能够引起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化 那再看B 预收客户款项 那如果说我们是属于销售商品预收客户的款项 这个借方银行存款 贷方是合同负债 那这个使资产和负债发生变动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C收回应收账款 那这个简单 银行存款增加应收账款减少 使资产内部的业务一增一减 第一呢 银行成对汇票背书购买存货 我们把银行成对汇票背书了 去买存货 存货增加应收票就减少 也是属于资产内部变动的事项 那这个呢 A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单选题的八 下列关于会计要素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负债的特征之一是企业承担的潜在义务 我们要确认负债 一定是过去交易事项形成的现实义务 潜在义务是不能确认为负债的 那当然这个A就不对了 再看B 所有者权益 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 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所有者权益体现净资产 就是资产减去负债之后的净额 所以他的说法没有问题 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C 利润是企业一定期间内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 那我们利润呢 除收入减去费用 还涉及到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损失的 所以这个就不正确 我们再看D 收入是指所有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那我们收入的概念呢 是说与日常活动相关 使所有者权益增加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总流入 并不是说 所有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经济利益流入 那你接受所有者投资 也是经济利益流入了 但那并不处于收入 所以D的说法也不正确 那正确的就是B 我们看多选题的7 下列各项中属于利得的有 那利得的概念呢 是属于非日常活动形成的 利得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这是它的概念 那我们利得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有的是直接把它记住所有的权益 那反映到其他综合收益 有的是先记住到当期损益 最终在影响所有者权益的 那我们看A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取得的收入 那对于房地产开发业 销售商品房属于它的日常活动 那属于收入的概念 这不属于利得 我们看B 投资者的出资额 大于其在被投资单位注册资本中所占份额的部分 那这个呢属于所有者投入的 我们谈到的利得 与所有者投入无关 那要是损失与向所有者分配利得无关 所以这并不属于利得 那C呢 出售无形资产产生净收益 会计处理上是把它反映到资产处置损益 利润表上是资产处置收益 那这是直接记住当期损益的利得 那这个没问题 那当然它也是影响所有的权益的 不过先通过利润表损益 然后再去影响所有的权益的 D呢是其他债券投资供应价值上升 它是属于直接记住所有者权益的利得 反映到其他综合收益里面 那这个呢当然也是对的 所以这题目C和D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多选题的八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下列有关收入和利得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 收入和利得都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 那这个没问题 它是正确的 你别管收入还是利得 都是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但是收入是日常活动 利得非日常活动 它都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收入呢是属于经济离的总流入 那利得是属于一个净的 B呢收入会影响利润 利得也一定会影响利润 那收入会影响利润没问题 利得不一定 因为利得有的是直接记录所有者权益 我们核算时是其他综合收益 没有影响到利润 其他综合收益是基于净利润和综合收益 总流之间的项目 所以这个B就不对 C收入源于日常活动 利得源于非日常活动 那这个概念没有问题 收入就是与日常活动相关 利得是非日常活动相关 D收入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利得不一定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那收入是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利得也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 那我们这个呢 A和C是正确的 再看多选题的11 下列各项表处中正确的有 A收入不包括为第三方或者客户代收的款项 那你为客户代收的一些款项 或为第三方 那是属于一项负债 当然我们谈到的收入 肯定是不包括这个的 那是对的 我们再看B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作为会计要素费用 会影响当期损益 那费用呢 是一个经济利益所流出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它属于损失的概念 并不属于费用 它体现的是一种净的流出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然后我们再看C 企业在一定期间发生亏损 则该企业在这一会计期间的所有者权益总额一定会减少 发生亏损会导致所有者权益总额会减少 但你不能说一定期间发生亏损 那这个期间的所有者权益就一定减少 比如这个期间实现利润 但是我们这个期间 可能还影响到别的所有者权益发生一些变动 那是减资也会使所有者权益减少 所以这个当然是不正确的 D 会计计量是为了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 并列报于财务报表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 这是会计计量的一些概念 我们最终是确认计量报告 谈到的属于会计政策 你通过计量把一些数据反映到报告里面去 A和D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多选题的12 下列各项资产负债中 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有 就说哪些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是后续计量的 A将公司生产的产品作为非货品福利发放给职工 那这个呢要体现的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 我们会计上 那你往成本费用里寄的是产品的增值税和售价的合计数 那售价就体现一个公允价值计量 那这个是对的 我们再看B 以公允价值计量企期变动 进入当期水的金融负债 这明确说的 它就是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 所以属于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那C呢 以公允价值计量企期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同样 它也是属于公允价值计量的概念 那我们还有像以公允价值计量 进去变动 进入党期水的金融资产 也是公允价值计量 那还有像什么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每期期末确认应付职工薪酬余额时 也是体现期末的公允价值 这些都要清楚 那D呢 是存货期末计量 存货期末用的是成本于可变现净值 输地计量 那并不属于公允价值计量水性 因此这个ABC是正确的 好 这以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